吉安四保是哪四保? 吉安湘農会在推广部主任带领之下 4月1号来到了华人国小 除了透过闯关Q&A问答活动认识吉安四保 也邀请大小朋友DIY来做米香芋头冰 从做中学学中做认识吉安湘的四项农产品 从小引领了解食农教育的意涵 未推动华联县有机农业发展 推广学童食农教育 华联县国中小学有机食材地产递销计划 在各校进行中 而一日上午吉安湘農会是来到了吉安湘化人国小 要让学童以不一样的体验教学方式 认识有机农业以及吉安四保 嗯...龙虚菜 嗯...米 那个...韭菜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 你没吃到另外一个是什么?剩下一个 韭菜 刚刚讲过还有一个? 那个...吉安湘米 那个...芋头 我们把我们的四保在这个穿堂这边来展现 然后我们用Q&A 来让小朋友来作答 然后作答答对的 我们就可以来免费享用我们的芋头冰淇淋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产品 芋头加米香 我们的米其林也在这个时间来做DIY 让小朋友认识这个芋头 跟吉安米做出来的产品 做出来的米其林 让他们DIY来吃 让他们知道从学中做做中学 从种植一直到成品 使用这样子 吉安米、芋头、韭菜、龙虚菜 将实体的食材搭配图片做Q&A的活动 让小朋友认识这些常吃的农作物 也安排芋头米其林DIY体验 满足味蕾的同时 将在地农产品的历史文化及食用方式 教导大小朋友 透过做中学、学中做 更加了解在地农产业 记得讲邦彦 跟吉安箱报导